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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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来到宝贝之家 小帅哥 欢迎 欢迎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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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宝 爸爸妈妈了 来 坐坐坐 张亚连 中国著名亲子教育专家 国内科学早教的开创者 黄聪宁 现任台湾马鞋儿童医院 儿童感染科医师 被誉为超级一霸 住友从现在开始 带孩子远离顾敏 黄聪宁医生陪你健康育儿等 畅销亲子书 所以你们俩的主要求助点是什么 最主要就是 我觉得他平时发脾气的时候 跟那个小朋友在一起玩的时候 他会去抓人 他目前为止没有闯过什么大祸吗 到目前为止的话 因为他的生长环境 是跟他的两个哥哥在一起 有一个是十岁 有一个是五岁 那个五岁的话经常被他打哭的 然后他那个哥哥的话 他那个手臂 被他咬的一个多月 咬清了一大块 然后一个多月才好 到现在还有个几个牙影 还有个牙影 还有几个牙影 真的咬得非常狠 这真的是两个着着实实的牙影 我就是有点担心 他那个上幼儿园的话 我怕他伤到其他小朋友 以后我们的麻烦就会不断的 所以这是第一个问题 担心他这个暴力倾向 对 第二个就是像他平时不喜欢喝淡水 有时候甚至一天到晚的话 基本一口淡水都不喝 所以他每天的水的摄取 就基本上是靠什么的奶 要不就是那个 比如像我们有时候吃饭上 那个鸡蛋番茄汤 汤类的 对 汤类 然后要不就是喝那个饮料 饮料类的 这个真的是个问题 吃饭好吗 他吃饭也不太好 给倒退了 给倒我们要吃饭了 干啥 吃饭的时候 他就是一边玩 然后我们要追着喂他 他不会老老实实地 待在那个餐桌上 给我们一起吃饭 不会 所以每一餐都这样 对 所以这个也是让我们比较 很控制 他现在三餐基本上是可以定点吃的 大概早餐几点吃 我们那个早餐基本上是吃不了的 为什么 因为他每天 早餐很重要 早餐竟然吃不了 他每天的做期时间就是 晚上睡得很晚 12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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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几点起早上 11点 中午11点 对 12点 所以中午11点 那当然早饭就吃不了了 对 就是那样 但他第一餐是几点呢 有时候会 有时候他醒过来的话 就12点多 12点跟着你们吃午餐 对 所以就早午餐 就合在一起了 对 对 午餐之后呢 午餐之后的话 有一段时间的话 他到那个5点 就是我们刚要吃晚饭的时候 他刚好要睡觉 要睡觉的时候 就是到那个晚上9点 9点左右才行 所以你们的问题就是 他的这个睡眠 第一个是不规律 太晚睡 第二个是他不爱吃饭 而且吃饭的时候 会又打又闹 对 第三个脾气不好 很暴力 还有最后一个是提到 中间不太爱喝水 但是你们会买饮料给他喝 对 那我想我们很清楚 你们的四大诉求了 那我们就来观察一下 大宝今天跟你们相处的模式 我们再来跟你对证的 给你们一些建议 好的 电视机前的爸爸妈妈们 如果您家的宝宝 也有暴力打人 不喝水吃饭 作息不规律的问题 抓紧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节目公众号 和专家交流 解决您的困扰 接下来 大宝一家将开始他们 在宝贝之家的生活 爱动手打人的大宝 在陌生的环境里脾气 会有所收敛吗 赶快拿起手机 扫一扫屏幕中的二维码 或者微信公众号 搜索育儿大师 关注育儿大师微信公众号 点击母婴优告 就可以轻松获取 育儿大师提供的育儿神器 神器多多 等你来取 马大宝 过来吃饭了 过来过来 快点 走 走 吃饭 好 先吃点粉 来 吃一口 吃完饭再去玩那个挖鸡好吗 你干嘛 手拿出来 你把手放进去干嘛 你手再放进去我就要打你了 好 来 好 你要不要 吃完饭去 不要饭 快点吃 你再不吃 我们就把挖鸡的挖鸡 来 来 吃完最后一点饭 最后一点 一小点 吃完之后 就不要 Kita 是啊 吃完之后就可以吃完了 吃完了 就可以吃完了 你的挖鸡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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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吧 吃完之后 你敢咬人啊 你去吧 哎呀 哎呀 你吃一口吗 最后一口 不然的话那个挖鸡 是不给你玩的 只吃几口 我觉得我现在能理解 我有点理解大宝了 对 就我觉得他真的是 爸爸妈妈的很多举动 也容易让他抓狂 因为其实他已经 向妈妈爸爸说了 我不要吃了 对 但他们俩一定要 那我只能反抗 我什么反抗都没用 我就是跟你开始捣乱 我们试想一下 成年人也是一样 你刚刚睡醒 你哪有胃口 你一定没有胃口 所以这个时候 马上吃饭 他一定不吃 不吃妈妈就开始拉锯 就开始喂 那就你追我赶 再开始喂 喂 喂 那这个就变成了 孩子不想吃 我就一定要塞进去 我不想吃一定要塞进去 孩子跟妈妈 他一定会有争执 过来 我抱着你 过来 你爸爸抱着你 可以吗 你爸爸抱着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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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爸爸抱着你 他在家里会这样 他可能看着我 就可能给他的那种感觉 就没有一点那个威信一样 他就比较怕他爸爸 他爸爸只要身心大一点的话 他都挺怕的 我的话 就身心再大的话 我身心如果越大 他就脾气越大 快点吃 喝点水 自己喝 吃点菜 吃点菜 这个是高危政策下 他就勉强 其实已经 我跟你讲 食欲其实也不会有什么 这个是被逼的 爸爸他还有点 你才不及时 儿子 你嘛 不见一心 咱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把饭吃了 把饭吃了 来 过去喝口汤 快点 把他饱过来 过来喝口汤快点 快点 过来 喝口汤 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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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帮你去喝一点汤 喝点汤又软 这妈妈是让她回来 她就不回来 她就觉得我现在玩得正开心 你让她叫我回来 就好像我们很专注做一件事情 虽然是 不管是还在成年 她都有自尊的 你现在突然间让我回来 我都意犹未尽 没尽性 你剥夺我这个权利 我当然不高兴 我倒觉得比较像这个餐桌是个监牢 我好不容易逃出来了 真的 逃出这个牢笼 你又把我抓回来 对 妈妈 打我 妈妈 打我 我没有打你 我没有打你 我打你 打你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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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为你头 你再吐出来的话 再吐出来的话 这是要被打的 她挠人 还有就是摔东西的时候 我才会去管她 管教她一下 我即使打她 我顶多就会打她的手 其实爸爸妈妈认为打手应该是没事 其实打哪儿都是打 所以大宝也会用到这一招 就是无论什么事情也是动手 最后一口吃完 然后再吃完 干净了 干净了 好不好玩 最后一口饭了 最后一口 最后一口 还要吃吗 吃饭完了 你追我赶的午饭拉锯站 总算告一段落了 为了让大宝多吃一口 妈妈几度受伤 电视机前的爸爸妈妈们 如果您家也有一个不好好吃饭的宝宝 抓紧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节目公众号 了解更多 让宝宝乖乖吃饭的方法 观察了大宝的用餐过程 针对大宝暴力爱动手的问题 育儿专家团讨论决定 邀请一位小朋友 来宝贝之家做客 大宝这次能和这位小客人 你跟姐姐好好玩着 你跟姐姐好好玩着 你这边你看 你这边有很多玩具 你跟姐姐说 你让她来玩这个小玩具 大宝妈妈 大宝妈妈 来快坐快坐 然后我们继续跟王老师 我们也安排 看看她跟小朋友 单独相处的时候 什么状况 咱们也一块看一下 好 咱们也一块看一下 车来了 大宝宝 小小 小小 小小小 小小 你看 她其实不知道应该 怎么跟人相处 她想让她下去 真的不知道应该怎么说 也不知道用什么动作更恰当 所以就有点过激 那在家的话 会不会 你现在要怎么样 如果是在家的话 她直接就 她就直接用手去挠 这也就是说现在还好 对对对 如果在家会更严重 对对对 妈妈 大宝 妈妈 那个 大宝 妈妈 你要不去看一下 我看她是哭得有点干呕了 是吧 好的 好的 我会担心有家问题 你去看一下 妈妈 妈妈 起碼 她还不去看看 现在应该已经是 因为姐姐已经没有骑那个车了 她就还在哭 其实就是让妈妈关注了 你没有跟小姐姐说 你要去跟她说 不然等一会儿她过来骑的话 她不给你骑了 你去说 你说姐姐 你让姐姐过来骑一下 你让她玩一下 你不会分享一下你的玩具 她给你玩 她跟你一起玩的 来 来 过来 给她骑一下 你看 过来给她骑一下 让她骑一下 好 你看她妈妈就太急了 不会哪有这样交分享的 你稍微等一下我去看一下 好吧 哈喽 大宝妈妈 你好 刚刚看你们 还酷得挺厉害的 你就是一定要让她 把那个东西给她玩 是吧 我跟你讲 我理解你那个心情 你就特别希望她能够分享 把那个东西跟小朋友一起玩 但绝对小孩子的分享 她是循序渐进的 首先她要觉得这个孩子 她喜欢熟悉 慢慢她就愿意把东西拿出来 然后呢 尤其是像她 像大宝这个年龄层 我们基本上让她分享之前 先让她学会轮流 因为她会觉得这个东西 到我手里面 我如果给她 有可能就没有了 所以我让她知道说 这个东西暂时离开 我的手心可能一会儿还会回来 所以初期还是要玩点轮流的游戏 分享是我们成年人说的话 说你要把好东西贡献给大家 但是对于两岁半的孩子来讲 其实她真的对分享这个概念 不清晰不明朗 你越硬逼着她给 你会发现得到的结果和反馈 就是孩子就偏不给 所以我们通常会希望 所有的分享的前奏 就是先要做轮流和交换 来大宝 出来 出来大宝 可以寄来给姐姐照张相好吗 拿你的相机照张相 米莉亚摆一个姿 好 你跟妈妈站好 让米莉亚帮你照一张 然后你把它给米莉亚 让米莉亚照一张 好吧 米莉亚帮她照一张 一二三快 好极了 好了 照完了可以了 然后大宝再给米莉亚照一张 对 手伸出来 这样伸 好的 照吧 其实最终的轮流 其实就变成了分享 所以这个一定是要把所有的 这个分享的概念要分解开 然后要让妈妈 包括所有的爸爸妈妈 都不要心急 小孩子一定需要周期的 来大宝 咱们到后面来 我把球给你 来到这边来 我把球放在后面 快下来快下来 牙球 你让她玩一下嘛 来来来 过来 过来 你看 快下来 快下来 我把这个最棒的奖励给你 真棒啊大宝 来 你说米莉亚上车 大宝你来推姐姐 来 好 再推回去 再拉回去 好的 再拉回去 一二三 好的 这么大力啊 拿来现在大宝 你上来姐姐推你 来 上来 来 姐姐来 米莉亚 来 拿着这个 来 好 来 一二三走 好极了 然后再来 过来 一二三 所以你看 两个人一旦了解了轮流的概念 就是轮换的概念 他就觉得好像这个事情就是跟他之前想的不太一样 这个车原来姐姐坐了一会儿也还能还给我 然后我玩一会儿又轮给姐姐玩 所以他就明白轮流的概念了 现在就是张老师那么一说的话 我觉得我还是恍然大悟了 不是他不懂得分享 只是我们可能是我们做家长的没有引导好的 所以我觉得今天大宝就是后期我们在做这个实验的时候 我觉得大宝还是完成的非常棒的 其实也刚好是告诉爸爸妈妈不用担心 大宝其实是可以做到 只是我们不要太急 要给一些前妻的我们讲前奏 一些方法的植入 孩子一定可以接受 如何让孩子学会分享 其实分享对于所有爸爸妈妈来讲觉得很心急 但是对于孩子来讲一定要经历两个阶段 一个就是轮流 一个就是交换 无论是轮流还是交换 我们也都不要着急 要按部就班循序渐进 比如说像小的时候常玩的击鼓传花 每样东西到我的手里面停留两秒就给下一个人 这个时间可以逐渐的拉长 比如说一开始这个玩具在宝宝手里面 只拿一秒钟迅速给另外一个人 可是慢慢的我们就可以变成三秒钟五秒钟十秒钟 时间越长你就会发现 孩子已经在不知不觉的轮流交换的游戏当中 就学会了分享 电视机前的爸爸妈妈们 如果您家也有一个爱抢玩具 不会分享的宝宝 抓紧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节目公众号 了解更多让宝宝学会分享的方法 送走小朋友之后 现在大宝又在干什么呢 对不起 那我们来聊聊天 电视机前的无纹 我还没想到 就会发现那些东西 在这里 我们来聊天 如果我们来聊天 就会发现了 我们来聊天 走路 我们来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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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马大宝 你每天都睡到九点 每天都九点才醒啊 肚子饿不饿 他的整个睡眠的作息跟别人都不一样 别的小孩睡午觉 他是睡下午觉 五六点钟他开始打瞌睡了 睡到你看现在九点 一个孩子的睡眠 我想最重要的是三件事情 就是第一个长度要够长 但是第二个就是他如果不够规律的话 他的整个生理始终会很乱 那第三个就是灯光要够黑 你在晚上睡眠的时间 如果灯光不够黑 所以你特黑激素分泌也会输影响 要不要吃饭 我去给你拿饭去 来 吃点饭 吃饭 土豆 来 吃点饭 土豆 来 来 妈妈把饭还蹲到床边 妈妈把饭还蹲到床边 哎呀 还吃吗 给你水喝 喝点水 你平时都不喝水的 喝点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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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好说嘛 要喝什么 你不喝淡水 你要喝什么 你不喝水要喝什么 你好好说 你好好说 你喝水 这其实有点被养出来 因为他觉得语言这个工具 没啥效 是 讲了也没人要听 而且来得慢 我还不一定说得清楚 对 你要喝这个还是喝这个 你不会好好说话 喝淡水 你一天都不喝水 你要喝这个还是喝这个 他平时不喝水的 像他这么大的小孩 一天的话 多喝点水对他也是有好处 但是基本上他就不喝水 他喜欢喝饮料 会有味道的 如果是里面没有味道的话 他基本不喝 喝水也是大宝妈妈的一个痛点 因为他觉得大宝喝水 喝白水喝太少了 所以他是连虎带变 抓紧点滴时间 能灌进几几口 他就很踏实 你喝一口这个 然后喝一口水好吧 喝点淡水 来 再喝一口水 他还不得了 可以了可以了喝这个 喝东西的习惯就是甜的 甜饮料 你看他这两口 喝两口那个赶紧给灌两口白开水 他妈妈已经是就是想尽一切办法 能蒙骗过去喝几口也是好的 他会有这种感觉 父母不要太小看我们的肾脏功能 孩子的肾脏刚出场功能非常好的 他会对水分做很好的调控 水分够的时候他就会营养 水分少他就会流 但唯一犯了他的错误 就是给他喝饮料 这也是一个最不好的示范 所以如果能把饮料戒掉 那么剩下的他想喝多少白开水 剩下的想喝多少白水 就让他喝 这个是没有关系的 担心大宝每天的饮水量不够 妈妈竟然用饮料和白水交替的方式 来让大宝多喝一些白水 电视机前的爸爸妈妈们 如果您家也有一个不爱喝水的宝宝 抓紧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节目公众号 了解更多让宝宝爱上喝水的方法 吃饭睡觉大颠倒 晚上九点起床的大宝 他的夜晚又将怎样度过呢 优优全世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哎呀 滚 看一下 张全 可以睡觉去了 走 睡觉了 喝点奶 睡觉去了 把那个鞋脱了 鞋脱了 来 把鞋脱 现在已经很晚了 可以睡觉去 她不怕我 我觉得她不怕我 我如果是管她 或者什么的 她好像很抗拒 不是太听我的话 冰箱收起来 把她捏一个放起来 放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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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家经常这样 经常就是她妈妈要抱她去睡觉 她不去的话 直接就扯着头发了 扯头发的时候就必须我去抱着她才行 早上睡觉 早 抱着她上次 好了 不要哭了 她9点才起来 是 通常大概也要4个小时才会开始有困意 这时候睡不着也是正常的 也是能理解 你看她根本没有困意 就像刚才你讲的黄医师 怎么可能困到9点钟刚起床 跟她讲道理她也不会听的 像这样抱到床上 勉强可以接着黄医师来睡一下 你还不睡啊 过来 睡下 电话不可以 电话不可以玩 电话不可以玩 用手机 用电视 这个已经有很多的研究告诉我们 这会干扰孩子的入睡状况 甚至会干扰她晚上的睡眠 睡前绝对不要碰这种三续产品 包括大人也是一样 不要看了 不要看了 睡觉了 现在时间很晚了 妈 要听故事 你要听故事吗 大灰狼的故事 把电话给妈妈 我给你说狼外婆的故事 来 去 狼外婆的故事怎么说的 一开始就是 小红帽 森林里有一只大灰狼 如果是跟她说一点温馨的故事的话 她不愿意听 她就说 妈妈要听那个大灰狼 狼外婆的故事 感觉她就很喜欢听这个 谁把谁吃掉那种 森林里有一只大灰狼 有一天 小红帽到森林里去看她的外婆 大灰狼就先到了小红帽的外婆家 装成了小红帽的声音 外婆 外婆 我是小红帽 开开门 然后外婆就把门打开 大灰狼一口把外婆吃进了肚子里 闭上眼睛 森林里有一只大灰狼 有一天 小红帽 你在想什么 你要睡了吗 你要睡了吗 睡了 那你要干嘛 不要弄鼻子 不要弄鼻子 如果是过敏的话 睡觉前特别会有症状 确实鼻子不舒服 她躺下也觉得呼吸不畅 确实也难受 我怎么打出来了 我已经说了三遍了 你睡着吧 不用睡 大宝的生活作息 现在是非常糟糕的 可以这样讲 9点到11点 其实也是孩子 生长激素分泌 最旺盛的时候 那这个孩子 几乎是没有在那个期间睡觉 所以你会发现她个子很小 我要关灯了 你不睡的话 那个大花妈会咬你的 我要去关灯了 比较奏效的方法 就是我两个都不理她 然后把那个灯给关了 让她自己会滚来滚去 滚着滚着她就睡着了 不盖被子的话 爸爸妈妈会咬你的 妈妈要睡觉 好好 你赶快睡觉吧 妈妈要关灯了 妈妈要关灯了 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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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可能还没有睡着 肯定还在上面翻来覆去的 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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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peating 请大宝的爸爸妈妈 前往会议室参加家长会 育儿大师们在那里等你们哦 电视机前的爸爸妈妈们 如果您家也有一个 作息混乱 晚上不睡觉的宝宝 抓紧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节目公众号 了解更多 让宝宝按时睡觉的方法 哈喽 实在不好意思 这么晚 没事 其实我跟黄医师也第一次 这么晚还会找你们开家长会 你们应该也睡不着吧 看孩子这么翻来翻去 现在孩子还没有睡着 然后他现在 哇 再哭了 索性叫他进来吧 他也不睡 你竟然还没睡呀 大宝 来 我抱着 好吧 我们来帮他的睡眠 做个规划 那我来画个图给你看 如果这是一整天 我们现在看到他现在已经一点了 对不对 对 照这个情形下 他又要睡到明天的十二点了 对 然后你看这个状况 他到了六点又要想睡了 六点 六点睡了 然后再睡 睡 睡到九点 所以他现在这两个睡眠时间 其实是很干扰人的 我们先不动这个架构 我会建议先从 他的起床时间开始跳 因为这个时间是可以控制的 我想张老师我们应该同意明天 我们先九点好了 好啊 我们明天就九点把他叫起来 以论上他这个时候 也是一样会哭哭闹闹 我们不要让他睡了 所以变成下午三点让他睡午觉 然后到晚上六点 让他起来 那我们期望明天晚上 可以在晚上十点的时候 就想睡觉了 好不好 然后我们这个持续了一段时间之后 等你回家再往下 变成七点 把他叫起来 睡觉的时间再往后变成 一点钟睡午觉 三点钟起床 好 然后这个晚上就可以在八点上床 这是我们的目标 我们先不要好高无远 先从明天早上我们试试看 从这九点就让他起来 好不好 以他现在这个睡眠的状态 我会希望慢慢地往前移 一步到位是不可能 我们先从他起床时间开始调 先把起床时间规律了 后面根据这个起床的时间来做调整 我不知道你刚才在吃饭的时候 你有听到他说我不吃了 我不要了 不要 吃完饭去 不要饭 可是没有人理他 是 继续喂 里面表达如果得不到回馈 下一个就是用暴力 下次当他吃饭表达说我不要的时候 请你记得要跟他说 我吃了吗 吃饱了吗 一定要回应 当没听到 那他就会觉得 讲话这一招真的太没效 暴力比较有效 对我来讲我觉得其实大宝的饮食是没有问题的 他最大的问题还是爸爸妈妈对他的吃饭的期待 超过他能够负荷 放轻松真的要放轻松 我看他一整天一直流鼻涕 我猜想他应该是有过不幸逼的 不过今天比较晚了 我就明天再帮他做个检查 还有一个是喝水 我看你们今天一直逼他喝水 明天我们来我好帮你算一下他每天需要的水分 然后告诉你之后该怎么做 今天时间晚了我们就不提喝水这件事情了 好 现在赶快带他回去先休息吧 因为你很晚了 好吗 好 马大宝 马大宝 起了 起床了 马大宝 起床了 马大宝 起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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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天晚上他睡得比较晚 所以第二天早上他要想睡到几点 睡到几点让他自然醒 都是不会去叫他的 所以有时候可以睡到十二点 来 起床了 给你买牛奶了 来 起床了 你知道孩子有两种状况起床会生气 一个就是他在熟睡期被叫起来 我们知道我们睡眠周期到最后 有些孩子刚好还在熟睡期 那有些孩子是已经到浅眠期 浅眠期的时候被叫起来就比较愉快一点 熟睡期的时候被叫起来是没有理智的 大发脾气 就第一个可能 第二种可能就是 就是叫起来之后他知道接下来要做的事情他不爱 他把背起来看 可以起来 可以起来 起来 他跑了 可以起来 可以起来 看我 像刚才起床的时候大发的脾气 可能是因为我们调整他的睡眠 所以他那时候真的熟睡起 他被叫起来是不理智的哭 这是可以接受的 他都是自然型的 我们没有尝试过去叫他 像今天早上这种去叫他的话 他有那么大的反应也是因为没睡够啊 虽然万般困难 爸爸妈妈总算是让大宝起床了 迈出了调整作息的第一步 接下来对大宝的改造计划又将怎样进行呢 今天早上这个大宝哭的简直是私心裂肺啊 你们俩今天又被打了 又被打了 那脸上那伤我一看 对对对 今天早上这边也被他抓破了 然后脖子也是被他抓破了 脖子上面都有 看你们俩也没什么太多表现 我们习惯了 对对对 已经习惯了 在家里就是被他抓了之后也是觉得 他小了就算了那种 什么我们都可以说他是孩子 但动手这件事情 我告诉你一定严厉制止 好吧 这是我们的第一个任务 待会你们俩把对讲机带上 我随时看到有一些什么问题 我随时会告诉你 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做直指 爸爸 怎么了 爸爸就在旁边坐沙发上 可以不用离太近 你这个是不是坏了 怎么不快走啊 下来 那下来爸爸看一下 是不是坏了 爸爸拿工具来修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 他把你坏了 你不能玩 不要 别 我 不行 不是 你不能玩 不可以玩 你在干什么 搞什么 你不可以玩这个东西 你不可以玩这个 这个很煎的 不可以玩 不可以玩 谢谢 把这个收起来 这个不可以玩 一般看到这种尖锐的物品的话 第一个我是会担心 它玩着玩着会弄伤自己 还有担心就是 它会弄伤别人 所以看到这个东西的话 我就是很反对的 看到的话我就要把它抢掉 我就不让它玩 你怎么了 把这个拿过来 这个不给它玩 这个也不能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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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玩 这个不能玩 打起来 这个也不能玩 这个也不能玩 起来 这个是有危险的 这个不能玩的 妈妈抓着她的手 跟她讲说不可以打人 不可以动手 对 不可以打人的 不可以咬 爸爸快把这些吸引孩子的东西 先打开 不可以咬人 好 让你看 修好了 修好了 妈妈现在旁边坐一下 妈妈现在旁边坐一下 像大宝这种情况 比如说她要这个东西 比如说是危险的 是一个玩具 好 我如果不想让她要 哭了怎么办 那一种方式就是我过去 我抱着她 继续安抚她 跟她说 这个东西不能要 但是我一定不会去满足她 因为那是原则性 所以我让孩子明白说 不是所有我的哭声 能解决很多问题 这是一种方式 有的时候这些事情 你都已经做过了 都不行 那我们第一时间 也可以选择跪冷淡法 那你先哭一下 告诉她说 你如果不哭了 妈妈就过来抱你 不哭那一下 你就马上过来说 好 你看现在不哭了 妈妈可以过来抱你 我再跟你讲 什么什么什么事情 通常这个时候 她就比较容易能接受 你跟她讲说 妈妈说你先哭一会儿 一会儿你不哭了 我再过来跟你讲话 你先哭一会儿 不哭 不哭了 我再过来抱你 然后爸爸这时候可以过来 爸爸这时候可以过来 跟她说 我们看看旁边 这个球滚来滚去是怎么样 大宝 来 我们不完成了 看一下这个 这个球滚 玩这个 这个又不用玩了 好 爸爸你走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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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跟她讲说 你不哭了我就过来 你不哭了 我就来带你玩 你要是再哭的话 我就不理你了 妈妈 妈妈 真品质 放心每一刻 好奶粉就选玩达山 本节目由玩达山 安利聪幼儿奶粉 冠名播出 我不哭了 我就来带你玩 你要是再哭的话 我就不理你了 妈妈 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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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不哭了 可以过来了 爸爸说很棒 不哭了 我过来了 不哭了 现在很棒 这样就很棒完了 不哭了 不要哭了 再哭我走了 今天试了一下你 还是很有效果的 下次他再这样哭 就按老师说的 我就走开 等他不哭了 再过去跟他讲道理 来 我们玩这个 要不要玩 来 我踢给你 快点 踢过来 爸爸从他后面 把球再踢出来 快点 爸爸还是不太会 陪孩子玩 但已经不错了 妈妈现在也可以进来 他现在开始跟爸爸玩的 你看刚刚是一动不动 他现在开始动了 妈妈好棒 妈妈一起来踢 一起来踢 来踢 好极了 把包在中间手球 我觉得很有用的 就是下一次回到家里的话 如果他再发脾气的时候 我也会尝试 老师说的方法去做 所以今天就是这场观察活动 得出一个非常重要的结论 其实大宝绝对是属于那种 在哭的时候 不要过度关注的 之前他家里是过度关注他了 所以这招对大宝是很适用的 其实对于很多孩子 就当我们安抚之后 没有用的时候 你可以试这招 慢慢你就像大宝这种情况 很快就会缓解的 凡是针对爱动手的宝宝呢 我们只要做到三项就可以 第一项只要动手 我们就需要立即抓住孩子双手 跟他讲说 不可以 爸爸会生气 那这样做的方法呢 主要的目的让孩子知道说 爸爸妈妈全家都不喜欢他这样做 可是在说这句话的时候 请您的表情和声音都是一致的 第二点就是在生活当中 您也不要随意动手 因为如果你动手的话 孩子也会模仿 这种模仿呢 会带到孩子的生活当中 让孩子觉得动手 是让他取得他想要的 结果的最好的方式 第三种就是加强孩子 语言的叙述能力 很多孩子就像我们常说的 语言不够动手凑 也就是他说不明白的时候 当然就会动手 所以对于孩子 语言表达能力也是至关重要的 当他能够精心地表达 事物的一些需求的时候 动手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 通过几次故意冷淡法 短短几秒钟 大宝真的就不再哭闹了 爸妈也感到惊奇不已 电视机前的爸爸妈妈们 如果您家也有一个 爱发脾气哭闹的宝宝 抓紧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节目公众号 了解更多让宝宝平静的好方法 改善了作息和哭闹的问题 接下来黄医生将和爸妈一起解决 大宝不爱喝水的问题水量 是否已经影响了他的健康呢 我们这个喝水这件事情 我们其实要去了解一个孩子的体重 我们才知道他一天需要多少水分 大宝现在几公斤 现在十二公斤 十二公斤 十二公斤 我先教你们怎么算 说一个人需要多少水 小孩了 小孩 我们通常十二公斤 我们会拆成十公斤加两公斤 OK 好 那前面这个十公斤呢 我们乘以一百 后面这个两公斤呢 我们乘以五十 这个单位都是毫升 然后两个相加 所以他一天呢 其实需要一千加上一百 就等于一千一百毫升 这是他一天所需要的水分 好 他现在喝多少水啊 饮料喝到六百啊 对 好 所以我们光看喝进去的液体来讲 这已经够本了 按照你这样说起来 他喝的水量是够的 最大的问题是在这里 对不对 我们都知道 这个一定不是一个很好的水分的来源 所以你的目标应该是把这个 然后把它移上来 我们可以有别的方式来告诉你 你这个孩子水分够不够 就看他的尿的颜色 所以其实我们算出来 那个标准的 那个每天需要的水分 只是一个大概而已 大家不要被这个数字绑架了 数字只是一个参考 其实你观察你的孩子 本身的状态是最重要的 妈妈跟爸爸 一般时候你觉得他的尿 大概是哪一个颜色 尤其是这个颜色 这个颜色啊 每一泡都这个颜色吗 妈妈觉得呢 我觉得比这个颜色还黄一点 这个颜色还黄一点啊 对 他一天尿几次啊 两三次 如果真的每一次都这个颜色的话 那真的有点比较浓一点 我们大概希望是在 后面这三个颜色是比较安全的 表示它的水分是够的 你就不用算数学了 不用再想了 那我可以告诉你这两个颜色 当然除了表示缺水之外 也代表了你喝的饮料里面的色素 这里面的色素都有可能会影响 它尿的颜色 做数学真的会给大家很大的压力 轻松一点的话 其实观察孩子有没有脱水 你看他第一个精神活动力 第二个观察他的尿量 如果每天他的小便 都有四次五次以上 第三个观察他小便的颜色 这都会代表你的孩子其实没有脱水的疑虑 不用一直帮他灌水了 电视机前的爸爸妈妈们 如果您家也有一个不爱喝水的宝宝 抓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节目公众号 了解测算宝宝饮水量的公式 和更多让宝宝爱上喝水的方法 大把鼻涕流不停 干养难受不舒服 那你要干嘛 不要弄鼻子 看黄老师出招 揭开宝宝 过敏性敌人的真相 我是要提醒你们要开始注意了 顽达山安利聪幼儿 真品质 放心每一刻 好奶粉就选顽达山 本节目由顽达山 安利聪幼儿奶粉冠名播出 我在中间观察到 在游戏的时候 他一直在流鼻涕 看他的鼻子里面 也是很干净 没什么东西 但是他就是觉得难受 他只是说鼻子里面难受 这个世代的孩子 因为化学物质接触的越来越多 所以过敏的 这个体质的小孩越来越多 所以我可以告诉你们 以我的观察 我会比较偏向 有过敏性的鼻炎 我们说慢性过敏 大概三部曲 小婴儿大概通常是皮肤 呼吸道大概从鼻子开始 是两岁 然后气管 咳嗽 有痰儿的过敏是三岁 当然每个人的时间不一样 但大概是这个顺序 所以大宝这个年龄来讲 两岁左右 他的鼻子过敏开始 这是一个警讯 不见得很严重 但是你可以看到 他的症状已经非常明显了 所以我是要提醒你们 要开始注意 过敏性别人的环境 跟居家的这个照顾 要怎么做 你的敌人大概会有两个 一个就是 你们居家里面的过敏源 第二个呢 就是我刚刚提到的 一些化学的物质 呼吸道的过敏 其实还是以空气中的这个污染 是最需要先防范 因为毕竟呼吸道 北方可能就是 我们可能要清净机 要多放几台 那南方的话 有时候有发霉的地方 我们就霉菌要清除 塵蚌要处理 那饮食上面倒是 跟大家想象的不一样 对于食物上 我比较强调 还是在避免那些人工添加物 因为这些人工添加物 会让你整个身体的免疫系统 处于一种很混乱的状态 所以那种零食 饮料 人工添加物 色素 防腐剂 反式脂肪 或者一些油炸的食物 不好的油 这些都是会让你的孩子的过敏 不断不断地去恶化 你们现在平常都给他吃一些 这些东西吃很多吗 现在最主要是 他想吃的我们都会买 都会买 对对对 像这些 就是他很喜欢吃的 这个一次要全部戒掉 是不容易了 这个薯片 你可以看到 他一定会加 一大堆有的没的 所以基本上 我们担心的是食物的添加物 至于你看像这种糖果 有颜色的 其实我都很害怕 你看他一定会加 人工食用香精 这个我也是非常非常不建议的 那最后 你可以看到这个 上面写食用香精 所以这些东西 我本来还想说 我可能找到一些 让你可以稍微给他的 看起来都不合格 所以这些我们就忘记他了 那把大宝带来一下 让我检查看看 他有没有过满性鼻炎的问题 好不好 好的 哈啰 妈妈抱 还是爸爸抱 好吧 抱一下 快 给医生看一下 你好乖 这 听听看 去 好 很好 对 他的鼻腔你可以看到 这个里面的黏膜没有很肿 可是分泌物很多 表示他这个过满性鼻炎才刚开始 如果真的一直让他恶化下去 他鼻中隔 还有他旁边的鼻甲都会越来越肿 那那个时候他的鼻腮症状就会出来了 一切都还很早 还来得及 还来得及 过满性鼻炎是两岁以上的孩子会开始发展出来的一个过敏的疾病 他的症状其实典型就四个 他会鼻子痒 会流鼻水 会常常打喷嚏 或者是会鼻塞 如果你的孩子开始出现这些症状的时候 我们可以开始做几件事情 过满性的体质我们有三个敌人 第一个是过敏人 第二个是内在的诱导物 第三个是外来的刺激 过敏人控制了 你的内在诱导物控制了 你渐渐的你的孩子会不再害怕干空气冷空气 那个时候就表示你的过敏控制得非常好 电视机前的爸爸妈妈们 如果您也担心家中的宝宝有过敏问题 抓紧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节目公众号 了解更多检测和改善过敏的方法 两天的宝贝之家生活已经接近尾声了 爸妈眼中问题多多的大宝像是变了一个样 不再无休止的哭闹也学会了分享 尝试了清早起床 太多的第一次都让爸妈欣喜不已 也让爸妈找到了以后努力的方向 相信不久的将来 大宝会让爸妈收获更多的惊喜和自豪 我们的孩子不吃腐蚀了 吃一瘦吧 吃一个 体质发育有问题 早该开始干预了 先除外一下它本身有没有问题 最后一是四 你的整个胃养是混乱的 你把宝宝放弃了 村家会如何拯救这个不吃腐蚀的宝宝 育儿大师精彩上演 顽达山安利聪幼儿奶粉 育儿大师 育儿奶粉育儿大师 欢迎于回来 真品质放心每一刻 好奶粉就选顽达山 本节目由顽达山安利聪幼儿奶粉冠名播出 如果说电视机器的您 家中又有0到6岁的宝宝 有任何育儿困扰呢 都可以扫描我们的二维码 关注节目的公众号来进行报名 或者呢 你还可以不打栏目的热线电话 来进行报名哦 以上就是今天宝宝大师的全部内容了 感谢收看 让我们下个同一时间 不见不散吧 拜拜